HELLO 大家好 我是Lindsay 去年在深度體驗完 Zenfone 9之後 就對於他們家 5.9吋的機身 還有背蓋材質非常印象深刻 ASUS也成功定義出自家手機產品線的一個風格 那麼今年迎來了 Zenfone 10 延續了單手就可以使用的機身尺寸 那這一代也在使用體驗上更加升級 這一代一樣是使用了30天之後 來跟大家分享我的使用感受 那有感的升級是包括了拍照 錄影 還有續航表現 Zenfone 10也針對上一代消費者的回饋 還有體驗上做出改良跟調整 在輕巧的機身上 想必大家對它一定抱持著很多的疑問 這一代升級的哪些地方 是有感的升級還是在擠牙膏呢 今天這一集一共整理出了7大疑問 30天的深度體驗新的分享要來幫大家解答 機背材質耐不耐髒 摸起來是什麼感覺 Zenfone 10維持5.9吋機身 重量大約175公克 單手握持和使用的時候都不負擔 這個也是ASUS所堅持的黃金握感 特別想要提一點就是放在口袋的時候 褲子不會歪一邊 我想用過比較有份量手機的人都懂 機背是淘洗的沙岩紋路質感 摸起來很像是海邊細沙的感覺 它還兼具了不沾指紋跟防滑的特性 大家用聽的可能會比較好想像它是什麼材質 這袋有加強機背塗層提升耐用性避免掉漆 四周是金屬邊框的設計 帶了一點點珠光同樣是不容易沾附指紋 滿多人會好奇說這個沙岩紋路質感會不會用久之後容易髒掉 然後也不行用衛生紙或是餐巾紙做清潔 因為上面的磨砂質感會很容易殘留一些碎屑 那要怎麼清潔 給大家看一下我拿五葉黑色一個月的使用痕跡 黑色的是比較容易看出我手上的生物痕跡 那如果是選擇綠色或藍色就不會這麼明顯 其實清潔也很簡單 雞背沖沖水後搭配布做擦拭就好 使用一段時間上面是會有一點小痕跡 但我還是強烈覺得你要拿senphone的話 就一定要裸機拿 因為這個背蓋材質真的會讓你越摸越喜歡 背蓋上方的字樣減少看起來更加簡潔 右下角還多了ASUS30週年的LOGO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標誌很有質感 再來鏡頭的部分維持特色極強的大眼霜鏡頭 減少了鏡頭外框的比例 一共推出五種顏色 午夜黑 隕石藍 彗星白 日時紅 還有清新的週季綠星色 選色上都走彩度飽滿的路線很有鑑別度 音量鍵 電源鍵集中在右側 方便單手操作使用 下方是Type-C充電孔以及SIM卡槽 上面有黑科技3.5mm耳機孔 支援Direct Virtual 有線跟無線藍牙耳機 都能有空間音訊的效果 ZenFox它是有具備IP68防塵防水等級 所以像是日常沖倒水或是流手汗都不用太擔心 單手操作真的實用 什麼時候用 右側的電源鍵支援Saintouch 2.0功能 它是可以自定義滑動觸發的指令 包括查看通知 網頁畫面更新 串流影片快進快退 音樂播放 暫停等等 我的偏好設定是開啟通知非常實用 往下滑一下就可以查看訊息跟各項的通知 再下滑還可以調整功能 然後上滑一下它就會收起 使用上是很快速方便的 通勤的時候開啟影片快進快退的功能也很實用 手指頭不用一直在螢幕上下游移 除了上下滑動之外像是長按或是雙擊 也都可以自定義的去調整自己想要的功能 ZenTouch 2.0的功能就是當你只有單手可以使用手機的時候 它還可以滿足多元的操作 那其實日常生活上是有滿多情境可以使用到的 像是一隻手拿咖啡但是有人又傳訊息來 我不想錯過這個時候單手下滑看一下 看似普通但ZenTouch其實就是在生活上會優化使用體驗 單手操作要方便除了靠ZenTouch之外 ZenFone 10它還具備了輕敲背蓋的功能 背面輕敲兩下或三下都是可以自定義功能的 像是快速啟用螢幕截圖 查看通知欄 開啟相機手電筒計算機等等 像是我經常需要截圖 我就會設定成輕敲兩下 就不用特地下滑然後再按截圖 那輕敲三下的話開啟手電筒 走在暗下或是半夜上廁所開起來超快速 就是當你在通勤搭公車捷運 或是單手拿重物拿咖啡的時候 你單手依舊是可以瀏覽網頁或是娛樂等等的操作 就可以針對自己平常的使用情境再去自定義做調整 雖然看起來好像只能省下一點點的時間 但是你把時間拉長來看 整體的操作體驗上是更加舒適的 兩顆大鏡頭沒有長焦真的夠用嗎 以前用慣了三顆鏡頭 是不是覺得 欸 Zenfone 10只有搭載兩顆沒有長焦鏡 這樣夠用嗎 那停下來仔細想一下 你真的很常拍攝大倍率的照片嗎 沒有吧 Zenfone 10這次在鏡頭的表現上 著重在日常拍攝的穩定度 還有夜間拍攝的鏡光量跟細節程度 鏡頭搭載了Sony IMX766 五千萬畫素主鏡頭 具備六軸防手震Hybrid雲台2.0 會利用陀螺依偵測手機移動 來調整畫面的大小 達到更穩更廣畫面 去年其實就有實測他們家穩定度的表現 那最大的優勢就是在夜間防手震的效果 就是畫面依舊保有一定的品質 而且沒有黑的糊塵一坨 這一點我自己印象蠻深的 另外一顆則是1300萬畫素的超廣角鏡頭 前置鏡頭從上一代的1200萬畫素 升級到3200萬畫素 我們直接來看看ZenFone 10的拍攝表現 第一張是戶外的風景照 建築物跟山卵的層次都有出來 天空和山上的樹木細節也很清楚 在陰暗面光的環境下拍攝 樹木和天空的顏色層次有被保留下來 再來看看這張背光拍攝植物的細節 天空跟雲朵的散景很美 葉子透光的細節也有處理到 照片整體的演算上 我覺得走一個顏色飽滿的路線 ZenFone 10是有支援AI圖像優化技術 透過智慧偵測技術把影像區分不同區塊 再由軟體將區塊內的影像最佳化 所以即使單手拍攝也不用擔心畫面 接著看到數位變焦和光學變焦上面的表現 建築物的立體感有出來 八倍變焦上銳利度不錯 窗框也交代得很清楚 ZenFone 10變焦上保留了弱檔的拍照細節 所以高倍率放大之下 還可以有清晰的影像表現 再來看另外一組艷陽下的變焦照片 不得不說顏色上真的很討喜 八倍變焦下的威秀英文字樣清楚 遠處的101則是為了抑制強光 帶了一點點的塗抹感 但是窗框細節沒有模糊失真 人像模式上找了一個背景比較複雜的地方拍攝 手舉起的挖控處沒有出現鋸齒狀的破圖 背景模糊的效果也很自然 在比較陰暗的地方拍攝 可以看到人物主體明顯被提亮 臉上紅潤的感覺稍微被吃掉了一點 邊緣一樣也算得很好 廣角鏡頭的拍攝下沒有出現明顯的變形 放大看左邊建築物 還看得到窗框和窗戶上的反射 再來來看前置鏡頭 這次有顯著的升級 放大看連上的雀斑跟毛孔細節都有呈現出來 當然拍攝時有內建美顏程度可以自行調整 不擔心 在比較陰暗的地方拍攝的話 臉部有適當被提亮 但又不會給的太多 切換到晚上的情境 看一下主鏡頭夜拍整理的表現 建築物湖面跟道路都有明顯被提亮 在夜晚拍攝的成像表現 顏色也是很紮實 ZenFone 10這次也主打高感光夜拍升級 有全新的RGBW感光元件提升進光量 再搭配上演算法能讓主體更加明亮 還可以保留背景細節 另外這一代還新增了便捷快拍功能 只需要按兩下音量鍵 它就會自動快拍三張照片 讓你不會錯過想要記錄的精彩瞬間 我用了ZenFone 10拍了一大堆照片之後 我自己是特別滿意它在顏色上面的調校 因為具備了飽滿的色身 但是在濃郁顏色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看到光影跟色階的變化 前面有提到它是沒有搭載長焦鏡頭 但是整體八倍變焦的表現上 我覺得是很不錯的 因為剛剛前面就有提到 大倍率的拍攝頻率其實是比較低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它的錄影表現 主鏡頭錄影上最高支援8K 24fps 還有4K 60fps 那在收音上它是有搭載OZO Audio 3D的音訊技術 所以在收音的時候它會自動降低風切的聲音干擾 那大家可以聽一下這個收音的感受 那它可以拍出環繞的神經感 這一代還新增了智慧防手震功能 手機它會自動偵測晃動的程度 進而去調節畫面的穩定度 讓大家對比一下整體的拍攝效果 智慧防手震在比較晃動的時候 會自動消除更多震動 同時畫面裁切的幅度也會有所調整 夜晚的實錄我就對ZenFone 10就很有信心了 直接跟iPhone 14 Pro做比較 可以看到ZenFone的畫面比較清楚 有被體諒卻又不至於有過多的噪點 前置鏡頭的部分最高是支援到4HD 30fps 還有HD 60fps 但是我自己是私心希望下一代可以升級到4HD 60fps 因為這樣子在拍攝Vlog的時候才會比較滑順 也會比較實用一點 有了優秀的防手震能力 這一代光軌模式下又更進化了 只有單手拍攝也可以排除車軌人流 流迫跟光繪 完全不需要腳架隨拍隨用 就讓大家看看我蒐集到的照片 螢幕5.9吋夠用 沉浸感會不會打折 ZenFone 10搭載5.9吋的螢幕 解析度是2400x1080 螢幕最高更新率是144Hz 螢幕的整體顯色效果不錯 144Hz是只有支援遊戲的時候開啟 可以透過遊戲精靈來做切換 最高亮度1100尼特 戶外正五的強光如果是網頁閱讀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我覺得算剛剛好夠用的等級 日常回覆訊息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以目前各家旗艦機大廠來看 我自己是蠻希望它下一代的螢幕亮度 可以提升到1500尼特 因為這樣在戶外使用的時候 體驗才會比較全面一點 邊框窄度的控制上 因為上下不同的關係 所以下緣處會比較有存在感 5.9吋的機身上呈現的資訊或觀影大小一定有限 不過ZenFone 10輕巧的機身就是它最大的優勢 就是不論在哪個環境下都看得很輕鬆 尤其是通勤或是自己吃飯的時候 不用雙手來支撐 給大家一個參考標準 iPhone 14 Pro是6.1吋 實際螢幕使用感受差距不大 但是重量就多了30公克 再來是iPhone 14 Pro Max 6.4吋螢幕很大 但重量整整多了ZenFone 10 65公克 整體攜帶或是隨身想追劇 使用上就會比較負擔 小手機效能不會被壓縮 被熱排得掉 ZenFone 10搭載Snapdragon 8 Gen 2處理器 Geekbench 6 CPU單核2012分 多核5562分 遊玩崩壞辛窮軌道 30分鐘平均幀數表現是58.8FPS 散熱的表現上同樣遊玩崩壞辛窮鐵道30分鐘 機背最高溫39.4度 邊緣最高溫35.4度 機背的砂岩紋路材質也讓熱傳導的時候不會太燙手 像是對場上的多工處理 同時開啟Google Maps YouTube和網頁 在操作上是沒有遇到卡頓的問題 大家應該也聽過Agen 2舊安卓 那搭載在Snaphone 10上面 我個人是覺得很安心的 那這個安心呢除了是效能好之外 再來就是它的續航表現 我真的是給它鼓掌 塞得下大電池 續航夠用嗎 裡面搭載的是4300mAh的電量 具備30W有線快充 這一代還新增支援了15W無線充電 日常使用的話 我平均可以兩天充一次電 如果下班看到電量剩下30% 其實也不會太擔心 觀看YouTube影片一個小時 掉電5% 遊玩崩壞辛窮軌道30分鐘 掉電8% 仰賴了Snapdragon A捐度 跟它的小螢幕 所以整個掉電表現是非常出色的 我覺得其實也顛覆了大家 對於小手機續航 就是硬商的這個既定印象 充電速度的話30分鐘 是可以從0%充到50% 那充滿電的話 大概是要花費80分鐘 小尺寸手機不是視為產品 有市場 其他品牌的旗艦手機 都是維持或是更新 推出大尺寸的手機 其實我自己心裡也想過說 這樣子ZenFone它會有市場嗎 我們可以回過頭看一下ZenFone 9 它的銷售結果 相較於前幾代是提升的大約15%到20% 尤其在歐美和日本地區 銷售的表現最好 特別受到小手機愛用者的信賴 而且年輕族群的使用人數 是有所提升的 我認為在手機越出越大的趨勢上 ASUS有找到自己的銷售策略 然後不斷在挖掘潛在的客戶 看到ZenFone 9銷售的成長 也讓ASUS更加想要耕耘這塊市場的決心 我自己也很好奇 ZenFone 10在市場上的成績會是如何 另外跟大家補充一下 因為有蠻多網友好奇 ZenFone 10是不是有開放LINE的通話錄音 有喔它是有開放給使用者的 ZenFone 10它也跟我推出三種規格 包括16加512GB 8加256GB跟8加128GB 那每一款的顏色跟售價就放在旁邊 讓大家做參考 最後來跟大家聊聊我的深度體驗性的 ZenFone 10我覺得整體最大的優勢 就在於它的機身尺寸是可以單手掌握 而且手感非常好 再來的話就一定要講到它的續航了 我非常非常非常滿意 因為我自己的使用習慣呢 我可以兩到三天充一次電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它前置鏡頭的升級 在細節上是你可以有感感受到的 最高規的版本售價是在3萬元以內 各種規格的取捨上 讓ZenFone 10旗艦機整體的表現很均衡 把日常最需要使用到的精華 都塞進這個合手的5.9吋機身內 站穩在小旗艦手機中市場的定位 那他們也有專門為先前的用戶 使用體驗上做了一些改良跟優化 再來呢就是借助到了高通Snapdragon 8 Gen 2的晶片 所以整個使用體驗上是更加深華 也提升了消費者的黏著度 再來呢就真的很期待他們明年的表現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囉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也不要忘記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掰掰